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现在执行的怎么样 你们是统计国内的还是国外的还是大陆的 你们有没有这个统计 向委员报告我们对88丰灾的统计是随时在进行 像我手上这张表是最新的4月12号为止的统计 对这个是日本的 88丰灾这边 我们目前总共有251亿1000多万的上款 那总共使用掉的有179亿9000多万 占多少 使用率大概是71.64% 88丰灾的执行率有71%点多吗 对 那这个是国内的部分是 这个是我们内政部能够管的部分 那那个大陆的捐款有没有在里面 向委员报告 大陆的捐款如果他是指定给这一些 包括像地方政府或者是一些宗教团体的话 一样是有在这里面反应 有在这里面反应 另外一种是被动接受 就好比说有一个基金会或一个慈善团体 他这一次并没有想要主动发行 但是人家并不知道他没有 那只因为对他的了解 就捐款给他 这叫做被动接受 那不管是主动或者是被动 通常我们都会做一个整理跟了解 那么对于88丰灾 因为刚好大陆的这个捐款 这次比较多一点 所以我们对这个部分 就我们所能够掌握的部分也都去做了掌握 那这个应该就是说 这个非主动发起这个 这个券募的单位 你们也等于也是有在掌握就对了 呃 我们不敢讲说百分之百 每一个小单位都有掌握到 但是对于只要是社会瞩目的单位 我们都有去了解 那胡锦涛总数据送的1200万人民币 有没有在里面 有没有在掌握 呃 向委员报告 有时候中国大陆方面 不管是官方或者是个别的私人 他们对外宣称说 他已经捐了多少多少等等 我想我们只能够呃 公为参考 那个可不可以 那个可不可以纳入到公务 公益勸募条例里面来 这次来一并一并来修正 呃 向委员报告 现行的公务益募条例 对那个部分确实没有规范 所以我们已经送给行政院版本 并且送到立法院了 我希望所有的善款 进外的部分也要把它纳入跟我们国内的捐款一样来处理 我希望所有的善款不是自己个人出的 你不管是要做做什么用途 啊 那个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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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这个这个钱就是我捐的 你们有没有有没有去追踪这个事情啊 呃 不太了解委员的意思 但是我们通常是 就像我刚刚跟呃 委员报告 不管哪一个 现在有很多说到善款的 他说他捐了多少 有很多说到善款的 没有指明说是哪里 我们真正要看的是那个 募款的单位 他接究竟接收到了谁给他的多少钱 这一点是我们会去查的 然后另外我们也查的就是说 他拿到这些钱之后 他用到哪里去 有没有单据和销 这个也是我们要查的 我希望我建议了 那日部既然是要修公益签募条例 是不是也能够把大陆的善款 有那一条已经送到立法院了 如同我刚刚跟委员报告 都应该要拿 我们现在要修的是另外的一些调试 也一遍把它并案处理 会更好 好那个我想部长先请留一下 谢谢 请那个中选会的主委 请张主委 张主委 那个总统跟那个立委是不是合并选举 到什么时候大概结果会出来 大概要4月19号委员会开会以后才能做决定 开完会就可以决定吗 决定要不要合并 要不要合并 大概4月19号就可以知道了 下午 好 那可能的时间就是在明年的一月份吗 如果是合并的话 是明年一月份 明年的一月份 好 那个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 现在 国民党跟民进党现在都已经开始在党内出选了 包括我们的 包括国民党的 现在有的要民调 他们都是用民调的方式来解决 那党内出选是不是有这个受选拔法的这个耶稣 应该是会选的部分要受选拔法 等于是说有会选的话 也是同选拔法 那一样的也是当选无效了 万一党员之间互相公结 互相批评 检举会选 到时候 即使年底的大选 当选了 到时候这个党内出选的会选案 这个成立的话 也是一样会当选无效 是不是 但是当选有效无效 这个要法院判决 嗯 要法院判决嘛 等于等于说党内党内出选 还是受选拔法的耶稣了 从这次开始是吧 只有会选的部分 从会会选的部分 那我想这个 还有这个政治现金啊 政治现金是不是 现在已经开始开始在启动了 政治现金法 立委是在任期借盘的四个月前 总统跟立委的政治现金什么时候开始 报员那个政治现金法是规定说那个立法院可以收到政治现金的期间是任期借盘前十个月 那总统是任期借盘前一年 所以这样来推算应该立委的可以收到政治现金的时间点开始就是4月1号 那要先监察院去申请那个设立专户 要到监察院的时候 申请专户 那总统呢 总统就任期借盘一年钱嘛 那总统等于也是早就开始了 520 520 520 那那个 现在我们过去我们曾经遭遇过一个困扰 就是别 这个别人的政治现金啊 这个还要退回去的 因为只要是你这个公司或者什么 只要是你是 呃负债或者是呃 这个经营不散 那这个钱还要退还 现在是不是还有这样的规定 报言 这因为政治现金法是内政部主管的 哦 内政部主管 是是是 那我是希望那个会造成困扰 人家间的钱 你还要退回去 那个那当时啊 我们我们是 我是很老实了 几乎钱都退回去 已经没什么钱了 那这个这个部分有没有有没有做改善了 部长各位上来说明一下好不好 好呃对于委员刚刚关心的那个呃有一些 有一些情况的钱必须退回去啊 我想呃他里面的这个细节我是不是先请同能向您做个报告 呃跟委员报告哈 依照政治现金法第15条的规定哈 他可以在收售的一个业内哈 将他的一部或全部来访凡 好 如果说假使我安逸我们收到有累亏的哈 有亏损的企业的时候 那呃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时间访凡 那这样的话双方都不会受网 那如果说 疫局不能访凡的话 那就在两个业内交交那个受理申报机关 也就是监察业 好那个我想这个你们有没有去查明啊 那个到底我们有多少立委有按按这个规定来诚实的返还的 因为申报机关是监察院 所以这部分由监察院来处理 好 我想这个这个我是希望这个这个部分啊 这个这个已经开始在做了 你到时候我们还要缓缓 我们自己候选人还要缓缓这个钱啊 这个这个很麻烦 很很困扰的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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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我觉得 这个恐怕肯定要在开始政治现金法开始启动 好比说立委是失业一号 就要讲清楚了 监察院他们现在已经有开始在说明会 好在说明 每次在显全的时候 监察院他们都会办理一些说明会 然后相关的 他们也会印一些文献资料 嗯 好那那个我想这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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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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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